Today I don't feel like you in any 土耳其,一集美食,文化,手工藝術,自然封建于一身的地方 十日旅程,五个地方,体验土耳其,不同的面貌 今集就带大家去卡帕多吉亚 这间就是我们在卡帕多吉亚住的第一间酒店 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来的 其实这间酒店晚上看也觉得很漂亮 不过我就觉得它不像真正的冬月酒店 因为它正正方方都像砌出来的 这间是我们的房间 这间房是三人房,有三张单人床 其实空间来说都足够的,不算很大 房间里面有化妆桌 也有一些茶具 有个好色的电视 还有它也有个衣柜 接着我们就看我最紧张的厕所 它的厕所是比我想象中干净和大的 它也提供了足够的用品 去到这些方山野嶺 我觉得厕所干净真的很重要 我们的房间是三楼的 其实冬月酒店是没有电梯的 只可以走樓梯 我们一进来check in的时候 他们的店员很好 是以话不说就帮我们把行李拿上房 其实我都觉得它很辛苦 因为真的只有樓梯走的 那到大堂 看到这个位置可以去到spa和游泳 另外有个偏厅 我就在这里看别人的装饰品 这个大堂也很干净 而且很大很漂亮 这个是吃早餐的地方 这个早餐也是自早餐饮食的 有沙律炒蛋 面包和饼干等等 其实都很丰富 我们就选了一户外食了 至于另一间在卡帕托奇亚住的酒店 就是苏丹冬月酒店 那它是一间网红酒店 不过我对它的评价 就真的很坏参叛了 因为它真的服务态度很差 是差到令我们都觉得有种讨厌的感觉 这间就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这次选了311这间房间 就是帕沙徒房 属于比较贵一点的房型 因为其他房间真的选不下手 一来是很小 二来是真的很不漂亮 大家可以去观望看了 它们的照片才选选房型 它这里这间房间是比较大的 有个小偏厅 有电视 有壁楼 不过它虽然大 但它看起来不是很干净 而且看起来有些旧的 那接着又看看我最紧张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的空间都不小 不过它灯光比较暗 这里就有个按摩浴缸 另外它就有个旧色一点的洗手盆 它都会提供足够的一些日常用品 例如洗口水啊 木浴露 至于另一边呢 就是一个浪浴缸 不过浪浴缸 那里没有灯呢 晚上其实都挺害怕 因为很黑啊 这间房顶的卖点 就是这个私人的小露台 这个露台呢 这个露台呢 景色是很漂亮的 而一早上呢 看出去 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山 就是一间小屋 那是一望无际的景色 那这间酒店的打卡天台呢 其实在这个位置 那就是证明呢 这个露台和打卡天台 看到的景观呢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露台是真的好 很值得早上或晚上呢 留在那里看 我呢就放了个高铺 在这个露台那里 那里 就拍到日出 和热气球升降的景象 那其实呢 是很漂亮的 不过这一天呢 那些热气球飞得不够近 所以看来就比较小 前一天呢 那些热气球飞得近 是可以拍到这张照的 至于这间酒店的打卡天台 那我们都比较高分 它 因为它拍出来的照片 真的很漂亮的 那如果要拍照呢 就要好早好早起床 这个时候应该是凌晨三点多 已经很多人到了 我们就一直等啦 等到天亮的时候呢 那就会开始有些热气球 冲气和气飞 那酒店的职员呢 也都会开始叫我们排队 还有会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房的房时的 如果有房时呢 才可以排队 没有房时的话呢 就真的不是住客 就不会在这里拍照的啦 那它主要呢 就有两个打卡位是需要排队 这个就是第一个打卡位 它会放置一些道具给你用的 另一个打卡位就是这个角落头 因为它拍到很多很多热气球 至于这个位呢 是不需要特别排队 但都一样拍到很漂亮的景色 这个打卡天台真的挺漂亮的 这个打卡天台真的挺漂亮的 虽然人很多 但都拍到很多漂亮的照 下一集我会分享卡派多的爱的美食 大家千里 不要错过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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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